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蒂蒂 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短片是被网友誉为09年最牛国产动画片的《李献记,历险记》 李献记是个患有差时症的病人 那差时症是个啥呢? 就是,明明是一段很短暂的时间,他却感觉很漫长,真正意义上的度秒如年 他一直在玩一款,据说从没有人通过关的游戏 为了通关,他不计成本,甚至发展到了不需要卖身的地步 忍受了许多人没办法忍受的痛苦 很多人就质疑他,为什么这么肯定自己能够打通这款游戏呢? 万一这个游戏就是个恶作剧呢? 李献记却很笃定,因为他的前女友王倩在未来就打通了这款游戏 王倩和李献记一样患有差时症 原来据说,只要打通关这个游戏就可以回到自己的过去 犯过的所有错都可以修正 李献记想回到和王倩分手前的时空,所以才拼命地想打通这个游戏 可是人们还是想不通,既然想和女友复合 为什么不直接和他说呢?还要又卖肾又穿越的,多复杂 原来当初和李献记分手的王倩是打通关游戏之后回到过去的王倩 那个时候的王倩已经没有了差时症 时间上无法同步的俩人最终走向了分手 所以李献记只想回到王倩有差时症的时光 为了通关,李献记请来了世界第一的竞技大神 可是竞技大神对这个游戏也是束手无策的 他对李献记唯一的帮助就是提供给了他一个号码 通过这个号码,李献记联系上买兴奋机的人 可是最便宜的也要买50万 李献记第一次打电话时,砍价未遂被挂断了电话 紧接着李献记又拨通了第二通电话 他和对方约定好在人民公园交付货品 但人民公园这个地方勾起了李献记的回忆 从前他和王倩就常常在人民公园约会 两个人光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也可以待上一整天 两个人看着来来往往的路人 想象着他们的生活该多么丰富 他们扮演着各种各样的人生 因为两人的时差症,两人在一起的几年仿佛几个世纪 因此李献记不止一次的感谢差时症 能让他和王倩在一起几个世纪 可是人民公园在两人分手后 在城市规划管理中被移为平地 所以现在的人民公园实际上是个不存在的地方 但当他下了出租车却发现人民公园赫然出现在他面前 李献记第一反应是自己在出租车上睡着了 现在看到的一切一定是自己的梦境 但是寒风带给他的冷意又显得这么真实 李献记照着记忆中的路一直往里走 一路上看到了那些本该消失了的东西 吊漆的绿皮长椅 井盖边上一片印着小孩脚印的水泥地 一切都象征着那些回不去的美好时光 李献记继续往前走 想象自己在这里遇见了王倩 到时候的自己会跟他说些什么样的话 但是他并没有遇见王倩 而是接到兴奋记售卖方的交钱提示 当李献记做完交易后 远方的烟花炸满了天 李献记这才发现自己出现了差时症的第二种症状 原来他两次打电话的时间间隔了一年半 第一次打电话是一个夏季的雨夜 第二次却在一个寒冷的冬天 这次是一段极长的时间在感官上被短暂化了 在这一年半里发生了许多事 比如被拆毁的人民公园 在人们的抗议下又按原样重建了 又比如李献记在这一段时间的奇遇 李献记买药的50万 并不是光卖一个肾就得来的 而是他在卖肾后帮助某阿富汗富商 偷运商品 将商品藏在了被割肾的地方 富商承诺 只要送货成功 就给他50万送货费 可是在过海关的时候 李献记被美国特工当场穿货 美国特工又将计就计 在货品里植入一个窃听器 就这样李献记带着货物和窃听器来到阿富汗 可是没想到那个阿富汗商人竟是本拉登 李献记当场被石破抓住 眼看着就要客死一箱 李献记凭借中国人的功夫优势逃出生天 美国特工也在这个时候来救他 但离开前他们还要救出美国总统的女儿 然而在逃走的时候 美国特工牺牲了李献记和总统女儿 只好靠自己开飞机逃走 但李献记想起来 本拉登还拖欠他50万的送货费 他又回去找本拉登 差时政让李献记完美地避开了本拉登的炮火 最后他得到了50万 最终李献记像每个人期望的那样 打通了这个游戏 在他眼前果然出现了回到过去的门 可是这样的门有很多 每一扇门后面的时空都是未知的 但是李献记只想回到和王健分手前 所以在他寻找那扇真正的门之前 每天都在做着重复的事 在这个过程中 他渐渐明白了爱情不是一切 在没有爱情的时候 也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 就这样直到他找到这扇门的时候 李献记已经白发苍苍 当他再次看见患有差时症的王健时 他已经迈不开脚步 但他的心里很平静 每个人在失去一样东西的时候 都没有办法朝前看 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们会发现 世界上重要的东西还有很多 所以一切失忆的人们都要勇敢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